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订购食品 固体牛奶暗子他 中共高层政治信号再热異常 中共总理李克强一向强调经济发展和就业 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清零政策却严重伤害了中国经济 中共高层持续发出两种声音 而党部5月12日释放的信号似乎更为明显 《人民日报》头版当日刊登了有关习近平的四篇报道 虽然占本大部分头版看似突出习近平的地位 但都是对习近平的历史回顾 这四篇报道的标题分别是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一卷 第二卷出版发行 《习近平的文化情怀》 《马光荣进刻在历史行进的史冊里》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该部头版并没有报道习近平最新的动向 相反却报道了李克强5月11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新闻 李克强要求财政货币政策要以就业优先为道向 稳住经济大盘 但是对习近平和动态清零赤字未提 习近平和李克强的关系一直以来都被受外界关注 在5月5日 习近平出席中共政治局常委会 再次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动态清零 然而在同一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 李克强却大谈如何帮扶外贸企业 5月7日 李克强在会议上警告中国国内的就业形势复杂险净 对习近平坚持的动态清零总方针应该如何与 经济发展商会配合赤字未提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中共党内对习近平政策的不满不断扩大 为李克强和其支持者创造了机会 中国的经济正在挣扎 而习近平与普京的关系导致中国比任何时候更加孤立 时事评论员唐浩分析 习近平肯定是受到了党内的挑战与攻击 接下来的高层内斗可能会出现三种结果 第一种可能 习近平胜出继续带领中共封控中国 广张全世界 但是这个概率非常低 因为习近平现在面临的困境太多了 很难自救 第二种可能 习近平被推翻 幻想新党魁带领中共 但是这个结果是赌习不赌共 中国人民仍得以生活在极权体制下 所以也不是好消息 第三种可能 就是习近平与反习派之间因为施杀激烈 爆发公开冲突 导致党内纷纷离色 共产党也从而解体 进入后共产党的权力竞争新时代 《华尔街日报》5月11日报道说 近十年来一直被习近平主席排擠的中共二号政治人物李克强 现在正以总理的身份重新崛起 成为当局顶层的潜在制衡力量 《华尔街日报》引述接近决策层的人士称 李克强的目标是 支持 他们担心习近平重走毛泽东的老路 而不是优先考虑保经济增长 并且在李克强的影响下 中国政府对私营科技公司和房地产等行业放松了监管 而中国大部分地区因为习近平的清零政策被迫停产 中共党内人士还透露 今年夏天 中共现任和前任领导人北戴河开会时 将决定政治局常委的名单 李克强的努力将在今年秋季二十大上得到检验 报道说 习近平希望由李强出任下届总理 但是上海疫情令李强在中共党内受到质疑 而李克强属意的接班人 包括汪洋和胡春华开始获得更多的支持 外界认为 上述消息如果属实 围绕下届中共总理的争夺战 将反映习近平对权力的掌控程度 估计接下来 还会有更多关于中南海内斗消息被释出 目前坊间对习近平未来权力的走向颇多亿想和猜测 上月大力吹捧习近平的中共地方官场出现异常 引发关注 有分析指出 习连任注定不会平淡 但是反习派翻盘概率不大 继中共广西党委上个月喊出文革式口号 拍吹捧习近平的专题片 并发起习思想口袋书的宣传后 外界认为这和毛泽东时代的做法逾出一切 更猜测 这证明了习的地位并不稳固 为什么现在广西政府又停止对习近平的吹捧呢 外界认为很可能是出了政治问题 最近有关中共内道激烈的传言甚囂尘相 广西或者因此而建峰洗驼 刹车自保 另外也可能是习近平意识到 广西的劝进成为了高级黑 所以下令刹车 还有一个可能是 反习派系掌握文宣和地方派系 有意压制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 另外时评人黄克表示 习近平在共青团100周年纪念讲话中 提及了中国梦和自我革命等 充满习特色的执政理念 党媒和军部大肆宣传 不过在中共央视5月6至8日 习近平缺境3日 5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 关于坚持清零政策的表述 多以党中央的名义发出 而非习核心 再加上中共对俄乌态度的逆转 习在经济政策上等退让的等等信息 黄克认为 说明习在近期的确遭到了 反习势力的法力攻击 特别是美国的俗心法 首次将习近平的名字刻言写上 不但中共国际形象大选 还直接牵扯到中共权贵 在美的资产安全 勢必会引发反习派奋力一搏 黄克认为 中共二十大权力争夺战刀光剑影 习连任注定不会平坦 但是习近平的核心权力 并未受到重创 反习派全面翻盘概率也不大 从另一个角度说 习即便下台 改革派占上风的可能性同样不大 靠中共改良 很多历史悲剧证明此路不通 李克强主政的话 江派残渣会死灰復燃 震薄会翻盘 在政治上你难是对手 胡温被控局面翻版完全有可能出现 近期大陆多地发布通知要组建法理斗争民兵牌 河子认为中共正在为镇压民间封起云涌的抗暴运动做准备 类似于文革时期的民工武衛指挥部 只是披上了法律外衣 就二广东东莞司法局发出一份通知 文件称该局根据东莞市武装部的要求 将在5月底前组建法理斗争民兵牌 目前向前市律师事务所征召18名律师和律师助理加入 政策人员条件年龄在18岁至45周岁 党员退伍军人优先 上海市政安区人民武装部也发出类似通知 在此之前 和北监理院法院抽调20名警察组成 法理斗争支援民兵牌 甘肃省顶西市安定区法院 抽调8名警察组成法理斗争民兵牌 有分析指出 当局提出组建民兵牌 当下是为了对付那些以法理来挑战大白 以及一众野蛮执法者的不服民众 中共肯定是做着民工武裔的准备 就和文革是一样的 未来中国会将所谓的这个疫情 变成社会管控 成为一个常态化管理 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源华表示 现在国内老百姓 尤其是在一些发达城市的人们 文化水平越来越高 中共简单粗暴的执法已经不能够服人 于是就想用法律来维护他的暴力执法 法律家人士作为社会援助或者法律咨询都可以 但放到武装部而且是军队编制 明显来说中共看到风起云涌的民间抗暴行动 所以组建民兵组织来震慑民间 李源华说文革的时候 中共出动民兵对付老百姓 文革后民兵淡化了 现在他要找懂得法律知识的人组建民兵牌 他是想披上法治的遮丑暴掩盖他的血腥暴力 让他的血腥暴力合法化 中共还有一个推卸责任的问题 因为这些人是非正式编制 如果他们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 中共完全可以推卸责任 葛在他们的头上 说不是政府行为 上海封城一个多月 为了尽快实现社会免清零 据委会规定团购只能购买肉、奶、蛋等必需品 饮料、酒、零食等被排除在外 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上海人很快就和居委会玩起文字游戏 发明了以各种暗语订购食品 以图度获官方审查 据联合早报报道 由于官方禁止团购薯条、冰糕等食品 一些居民则将薯条叫脱水土豆 冰糕改名固体牛奶 娱乐面包叫成甲心饅頭 啤酒则成了低浓度酒精消毒液 报道说 在居民微信聊天群里 跳出一条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信息 固体牛奶送到了 请下单的邻居尽快来取 否则就要成液体牛奶了 但居民们纷纷心领神会 有人出货后杀出照片 这个牌子的固体牛奶品质不错 希望下次再团购 照片显示的是几盒不同口味的哈根大雪糕 除了偷粮换柱 上海人还学会了门天过海 日前上海多区制出了一人阳性 全楼旁的规定 居民互相提醒下楼接受核酸西茶前 先在家做抗原测试 如果是测出了两道环 就不要下去做核酸 也不要打电话向居委报告了 自己在家休息 等几天转阴后再下楼 摩民调刊 之前一人阳性全楼封控 上海人就好像查臥底一样 举报阳性邻居 趴去早日被转到荒仓 现在一人阳性全楼隔离 上海人就好像掩护地下党 把阳性邻居藏起来 趴去早日转阴 在家休息到处处 在家休息到处处 大厚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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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